欢迎收听本周V生命灵述 大家好,我是Wendy 在今天的内容当中 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 生命灵述九宫格当中 六二连线的特质 六这个数字呢 代表的是你乐于分享 温暖度非常的高 同时你的亲切度 也是让人家备有感受的哦 那二这个数字呢 其实你是非常愿意聆听 也愿意分享你成长的经验 或是你学习到的功课 同时呢 你也会蛮习惯 用对方能够接受的方法 去进行公投和说服 所以综合以上两个数字的特点啊 我们会叫六二连线 也叫做和平线 和平这件事情可能会 让大家觉得说 人到底要多和平啊 其实不是 我觉得换一个方式说 其实它也可以叫做 窩心线哦 所以综合六和二 这两个数字啊 其实它都有具备 很暖心 脑很体贴 这样子的核心目标在身上 大多数有六二连线的人 他们都蛮习惯 报喜不报忧 就算他们在分享 自己很爱上的事情啊 其实他们都是已经消化 甚至是没事了 他们会用一种 很云淡风轻的方法 讲故事 甚至用一种嘲笑自己的方法 来去跟大家述说着 我过去 或是我刚刚经历了 哪些可能很悲伤的事情 他会觉得说 跟大家聚会的时候 应该就是快乐就好 就算他把一些很难过的事情 或者是说 他正在面对的困难 跟大家分享时 大家也不会可以真正帮助到他什么 然后还要陪着他一起哀伤 甚至是替他担心 与其这样 他会觉得说 那我就讲 可以改变的 或者是已经做好的 甚至是这件事情讲出来 不痛不痒 不会造成大家 心理上太多的负担 或者是对他这个人会很紧张 会替他很多的担心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会说 有六二这要连线的人 其实叫做 窝心线的原因 有六二连线这个人的特质 是什么呢 在社交关系上面 非常不愿意 也不想要跟人家发生冲突 非常的贴心 以及非常替别人着想 就算偶尔的打闹 或者是一些可能 很白目的一些状况 好吧 就别人来说跟神白目 在你身上完全不会 他就会觉得 哇好可爱 好好笑 这个人好幽默 因为你整体给人家的感觉 是一个很和平的 很得体 你会知道 快要踩到别人的线 安全距离可能是 一百公尺 两百公尺 三百公尺 你会比别人 要踩到人家的线之前 你大概会找个十分钟 你就知道 所以你会喊停 所以你会让人家觉得说 你有好像挖过 可是你又没有太过头 得体这件事情 会让大家觉得很舒服 其实你是一个 不想麻烦人家的人 那你又不麻烦人 又不会得罪人的时候 你是不是会让人家觉得 你是一个和平且 非常得体的一个代表人物 但这样跟他相处起来 会不会觉得 他有一点距离感 因为好像他什么感觉 都没有让你特别知道 然后都呈现 比较完美的状态给你看 好险路人甲 有问这个问题 基本上他没有呈现完美 他会告诉你 他经历过的事情 每一件心态都会说 比如说 男朋友分手的时候 他哭得要死 或者是说 他女朋友做了哪些 很奇怪的事情 他都会讲 只是就是说 在那个当下的时候 他没有这么强迫 跟期待别人陪他一起痛苦 但他都会讲 他都会把他经历的 好笑的事 出错的事情 甚至是很天兵的事情 他都愿意分享 每一件事情都是两面刀 当你不愿意麻烦人 甚至是你很不愿意 得罪人的时候 确实有些人 拿捏不太好的时候 会给人家一种 好像长期都很闪躲 或者是唯唯诺诺 甚至是不愿意讲 感受的烂好人 就确实有些人 在拿捏不好的时候 可能啊 还是会有这样子的 一个情况 想跟有六二连线的人说 当你身边的亲朋好友 其实是非常希望 能够在你体贴 甚至是希望能够 报喜不报忧的 这个前提底下 还是能够 跟他们练习 分享这件事情 当人愿意讲出来 甚至是你真的 让人家知道 你是同一群人的时候 其实你自己心里面 也会越来越轻松 那所以我觉得 六二连线的人 某一个程度啊 是比较容易活在 一个紧张的状态 因为有的时候 他分享完 会问自己说 我是不是过头了 或者是说 我是不是欠人家什么 心中的这个核心底线 这件事情 跟怎么样去坚守 他还是要通过 一些生活当中历练 然后这个历练的过程当中 除了年纪之外 也要通过你愿意开始 六二连线可能 他会说 没有啊 问题我有分享 但你就只跟某几群人分享 我也觉得OK 你一定要将 你自己的情绪 甚至是你觉得 很不开心的事情 一定要有两到三个人 是你能够在那个当下 让你直接讲出来 而且你是不会觉得 伤害到人 你也不会害怕的 当自己 其实是一个 没有办法 在第一时间去 阐述自己 有多不开心的时候 其实最后 那个受伤的反弹力 会回来自己身上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跟大家说 如果你正在跟 有六二连线的人相处 或者是 其实你想要知道 怎么跟六二连线的人相处 我们接下来跟你分享了 其实蛮容易 跟蛮常会感受到 对方的这种 小惊喜和 窝心的准备 感觉就是甜甜的 那这些小惊喜和窝心 其实很生活化 举例来说 如果你们先约好要聚餐 他就会先做好功课 他会知道 哪一个信用卡可以打折 或是有优惠卷 他就会带折 或是当你们要出游的时候 他其实是愿意先做一些功课 让同行的人跟着走就好 但这个安排到底 细心的程度 其实不是有六二连线的人 就一定有 有时候他有准备 但是其实是 不是这么好的 我觉得就是安排 旅行细致这件事情 要搭配其他的数字 才会比较精准 以及你跟谁去旅行 所以不是有六二连线的人 就是说 哇这个人 你跟他出去 爪对头 懂没有 他有时候还是会出包 就是比如说 他有查到可以吃的餐厅 可是他可能会漏看什么 可能礼拜二没开 但他安排礼拜二去 或者是说 他安排的行程 其实都有安排 可是一个景点可能在南部 然后下一个景点 拉回去北部 然后第三个景点再拉回来 他愿意先做功课 但各位一定要再次检查 特别是旅行 这件事情 其实是很讲核心目标的 就你们这一趟出去 里面的人的想法 以及你们最想要花的时间 跟最想要做的事情 是什么这样子 不论是先从订餐厅 或者是旅游计划等等的 我觉得他们都是一个 在关系当中 愿意主动去成为那个调和剂 甚至是让大家 可以轻松一点的人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他们其实不知道 怎么拒绝人家 其实也不太想要欠人家 如果你正在 或者是你想要 跟六二点线的人相处 希望你能够帮助他 不要陷入一种 里外都不是人 或者是公亲便士族的 这种窘境 其实明明就不干他的事 可是可能因为 他不知道怎么样去说no 或者是说 在对的时间 没有表达自己不想要 他就会让自己 陷入一个更惨的 一个无限回圈里面 身为六二的亲朋好友 或是他的另外一半 你真的要鼓励他们练习 说出我不行 我不想 然后为自己多想一点点 因为只有 你自己真正的开心 和充满了这种 所谓的正能量的时候 你才能够在 让别人觉得舒服的 过程当中 你自己也很舒服 所以你就能够 一直保持这样子的一个 良善啊 很甜啊 然后很窝心 很得体的状态下 让你周围的人 跟你有一样的 甜蜜够敏感的 能够产生这样子 现在赶快拿笔去算一下 亲朋好友 谁有六二连线 要赶快跟他当朋友 对对 好好跟他相处 但你要鼓励他 鼓励他多多帮我 把这件事情处理完 好啦可以对你 但对外面的人 要练习说 我不行耶 我不想耶 我不要耶 这样子 好以上呢 就是我们针对 生命灵术九宫阁六二连线的分享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我们下礼拜见